大家好 这里是聊聊吧 我们今天来谈一下 红色的水草 红色水草 其实在水草缸中或水足缸中 很多人喜欢红色的水草 那要怎么把红色的水草养红呢 你们发现我的红色水草不是很红 这个是很多原因所造成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下面用的是黑土 黑土其实会慢慢的释放出肥份 通常黑土含的氮肥比较多 那含的氮肥比较多的状况下 你的红色水草就不容易转红 红色水草如果你要成立 要让它转的非常的红的话 有几个重要的元素 一个最主要的元素 第一个就是低氮的含量 氮氧钾氧钾成分 氮的含量要降低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之一 所以如果你想要让你的水草变红的话 主要第一个就是要低氮环境 那因为你用黑土的话 它的氮的环境其实在前期的时候 尤其是黑土会一直释放出养分 这时候呢 其实对于它的低氮环境是非常的不好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 我觉得啦 如果你想要用红色的水草的话 其实你最早的像这个黑土 你可能需要用旧黑土 像我这个是旧黑土混心黑土 所以还是有有氮的含量 那如果你要用黑土种的话 你可能要让黑土比较旧的时候状况下 它的养分几乎耗尽的状况下 这时候你的红色水草才会慢慢的转红 那这是第一个元素 那第二个元素呢 就是它需要强光 需要强光 光线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之一 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光线 它才会转成花青树 你所看到的红色水草的红色 其实是一种保护的装置 它会让你的保护它的植物的那个 叶子不会受伤害 那这是第二个元素之一 那第三个元素当然是铁 你要加入适当的铁给它 铁的元素像我们的红色溢肥 有些红色溢肥头会含有铁质 铁质也是一个让它 可以变成红色水草的元素之一 所以呢还有一个就是强CO2 CO2的含量要比较高一些些 这也是其中一个所以如果你想要种什么红蝴蝶 或者是讲到什么大红叶 或者是想种一些红色型的水草的时候 你首先所需要的第一个就是要给它 滴蛋的环境 那第二个在辅助一些CO2 强光的状况下 这时候才有机会会产生比较红的水草 那当然我现在这个环境状况下 水草是不会红的 基本上这个局局的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那所以呢这也没办法 因为通常你如果用黑土种的状况下 如果你是用新黑土的 它有养分的状况下的时候 基本上前期的时候你要让你的水草红 除非它比较接近水面的地方 光线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就会 那不然呢通常就会产生一个局局的状况下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所以大部分你有发现如果你要种红色水草的话 其实最好的材质是美国细沙 下面你可以调整你要的肥料的状况 然后去做种植 但是如果你是用黑土的话 你要让它种的比较红的话 你可能就需要让它种比较久的时间 可能需要半年的或将近一年的时间 让它的黑土下面的养分耗尽 这时候呢就会比较产生 就是下面的等于就是黑土里头没有养分 这时候比较容易让你产生红色水草出现 那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种红色的水草的话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之一 就是要让你的土里头 不要那么多的氮含量 氮含量是一个非常 非常棒的东西 问题是它还是会让你的红色水草没办法红 但是对于绿色水草当然是非常好 你看像这个后面的水蓝已经长得乱七八糟 那前面这些的那个 前面这些圣甲虫也已经开始大量的长叶子 它对于你的绿色水草而言 氮肥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它可以促进你的养肥能成长 当然前期的时候 如果你是用黑土的话 你对藻类的控制也要更注意一点 因为藻类也很喜欢氮元素 当你氮元素越多的时候 藻类也是越难控制 这是其中一环 OK 那今天聊到吧聊一下红色的水草 不知道你有没有种红色的水草 如果有的话欢迎留言 那当然 很多人种的非常漂亮 那这个钢子其实 后面我准备想要换成绿色的水草 那感觉会比较对称一些些 OK 感谢你的收看 你看这个已经慢慢成绿了 就是成一个小小的森林感觉 之前我本来想要做一缸全部都是水蓝 我觉得水蓝在水里头那种飘逸感 就很像在湖里面的那种大草 就是那种水草的感觉 非常的漂亮 好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见啰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